2018时装周五PS照片曝光,留实施皮肤好,照例无差别。 又是一年时装周,不少明星刚过完年就奔赴外国开工了。 今年明星的造型都趋于保守,没有再出现乱穿衣服做腰脖眼球的现象,所以整体造型都挺好看。 都知道明星在前线拍摄的照片要经过PS才会在国内发布,但巴先生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,工作室能不能别再把明星PS得那么假了。 今天网上都在讨论惊喜扇和鼓励纳扎的这张合照,讨论韩国女神和中国新生代偶像究竟哪个赢了,哪个更年轻。 可是巴先生关注的点确实,为什么鼓励纳扎那么白?甚至比旁边的惊喜扇还要白一个度。 其实鼓励纳扎的白是众作周知的,只是仔细看这张照片,会发现工作室把她PS被更白了,导致后面没有PS的正常肤色的外国女生反而变得又黄又黑。 更别说坐在鼓励纳扎身后那些完全没有灯光照射,没有经过PS的人了,简直黑成炭。 看外网的无PS高清图,鼓励纳扎其实还是白的,即使肤色没有工作室放出来的图那样白的能发光,依旧很美。 所以,为什么工作室要把自己的艺人PS成白是灯那么白?其实,像鼓励纳扎工作室那样操作的工作室并不少,基本上工作室都爱把旗下艺人PS北比白纸更白,仿佛黑一些就会掉粉式的。 常年气质都很好的刘诗诗,参加时装周的照片硬是比旁边的白人白了一个堵。 然而刘诗诗诗的无PS图其实也没差多远,顶多就是肤色没那么白,笑起来脸上有些细纹,稍微有些黑眼圈而已,气质还是一样好。 无心这张时装周的图也是惊到了巴先生,肤色几乎接近惨白的那种白了吧。 其实不往白指的方向给无心PS,也能PS出好看的效果。 张雪莹工作室放出来的合照,是张雪莹最白,其次是Eller,最后是不在乎自己白不白的陈关西。 但是品牌方放出来的照片却不太一样,张雪莹虽然也是三个人之中最白的,但实际上并没有比Eller白太多。 可想而知上图张雪莹的工作室花了多少心思才把张雪莹PS得最白。 不过,并不是所有女明星都追求比白赤灯,白纸更白,像张力这种不走偶像路线的,PS出来的照片看起来更接近真人,也没有比旁边的白人白几个度。 看媒体拍的无PS图,跟张力放出来的PS图相比其实没差多远。 至于名模独鹃,就更不会像多数女明星一样追求死白的效果了,因为人家不靠脸,靠的是气质,气场取胜。 所以说啊,其实工作室给明星P图也没必要P得那么极端吧?自然点更好看。 有时候明星发无PS的图,其实更容易转入人好感。 毕竟明星吃喝不定时,还经常熬夜,皮肤肯定没有那么完美。 看呈现这种不完美,虽然需要很大勇气,但起码能让人知道明星工作有时候还是很不容易的。 当然,像张天爱和赵丽颖那样看自爆无PS照片的女明星,在娱乐圈是少之又少了。 不知道以后工作室的P图技术,会不会把明星都批成发比娃娃那样完美呢?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,请回到文章顶部点击关注我的投票号,订阅更多有趣八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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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